一句話 一個心軟 大家好 我是陳淑莊 今天來到星光大道 香港的電影業曾經令到香港世界上非常之出名 亦都是很多人的夢想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過的兩出電影 有一出是一班朋友的一個夢想 而這一班不是普通人 這一班在我心目之中是鐵人 有十七位為數 而平均年紀是八十一歲 有男有女的老人家 一直騎著電單車還台灣遊 對一些年輕人來說 其實夢想是非常重要 但我覺得最令我們感動 就算你無論是甚麼年紀 八十一歲仍然是可以有夢想 亦都可以達成夢想 到第二出電影就是《吸親愛的你》 是一出日本片 這樣說的就是一對夫婦 而太太被孫生組離開這個世界 這兩出電影其實也有一個貫穿的地方 就是說承諾 一個去世的人在離開之前 向對方作出了一個承諾 對過世的人來說是一個很認真的承諾 但原來對在世的人來說 這個承諾可以說是他生命力量的一個傳源 我記得在《不老騎士》的出電影裡 有一句對白 我都年輕過 你都會老 這句說話我想對我來說都挺震撼 可能年輕的時候不知道甚麼是夢想 不是很會去做夢 只是經常在做八日夢 如果連年輕人都沒有夢想的話 這個城市我想就很令人失望 而承諾一樣是這麼重要 而一個承諾能否在這個城市落實 或者一些領導是否尊重他的承諾呢 我覺得亦都可以查得到 究竟這個政府管治的能力去到哪裡 希望大家無論是對夢想還是對承諾 都一樣要珍惜 一樣要落實 因為這個就是我相信做人對自己來說 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我們再次快樂